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門國家公園解受客黃子娟 欢迎大家来到狐连将军纪念馆 狐连将军两次来到金门担任司令官 在古寧头大战跟823炮战期间 领导国军捍卫金门 而且在民生建设及公共基础建设上 都有划时代的贡献 所以金门的乡亲都称他为我们的司令官 所以在这边设立胡连将军纪念馆 除了介绍胡连将军本身之外 也让大家了解 战地金门是怎么寻溯出来的 胡连将军治理金门 第一步就是在精神上武装起来 因为他认为只有凭借着中华民族的正气 才能从缺冰缺响中站起来 于是建造了他的精神长城 从太武山的无望在举乐时 太武山公墓 到国父同向 吴潰亭 吴明英雄雕像 再到举光楼连城一线 金门当时有四缺 缺水缺粮 缺陆缺数 在胡连将军的治理之下 逐渐变成四足 民国38年 胡连将军为了国防民生的需要 命令官兵百姓合力建造公路 把中央公路及环岛公路网串联起来 除了在823炮战期间 发挥了极大的效益之外 也使日后金门成为公路网分布最密的线份 金门原本是铜山灼灼满天风沙的环境 奉奖公指示把造林列为首要工作之后 大量种植木麻黄等树种 使金门成为绿应的海上公园 另外也新修水库水坝进行一村一堂的工程 解决了缺水的问题 金门因为干旱 只能种旱座 无法种稻米 所以有缺乏粮食的问题 胡连将军为了解决缺粮的问题 所以他将原本要从台湾买酒的钱 改买稻米 再用稻米去跟居民换取高粮 然后再用高粮制酒 不仅解决了缺粮的问题 而且使金门酒厂成为日后金门经济的重要来源 胡连将军除了军政民政之外 一直没有忘记金门子弟该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所以命各部队协助乡村建校 至今仍有许多学校以该部队的长官命名 如博村国小 多年国小等 都是有当时兴建的学校 胡连将军对金门的影响深刻 而金门也是将军心中眷恋不舍的地方 在他临终时 选择将骨灰海葬在大小金门间 与金门常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